大家好,我是老韩,上一期咱们讲到关于账号的流量,尤其是一些刚注册的账号,流量不正常的情况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账号流量很低,那么上一期中咱们也说了,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账号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内容的问题 但是具体怎么判断呢,上一期没有说,另外就是第二种情况,流量非常高的这种情况 或者具体来说就是推荐量非常高,这种情况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 那么今天就来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以上的这些关于流量的问题 说这个之前要先提一个案例,这个是学员当中的一个例子 这个学员以前创业失败,贷款了30多万,总之就是一屁股债 然后学习之后去做自媒体,现在他的账号已经每个月的收益在4万多了 整体做了三个月下来,就达到了6万多的收益 那么这个收益水平其实是非常惊人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其实说句实话跟我的影响并不大,主要还是他自己真的是运气问题 而且确实适合去做自媒体,才有了这样的成就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收益,不要觉得说自媒体是一个多么暴力的行业 其实能做到这样的人很少 那么再说一个事,就是这个学员在整个平台当中的排名也是比较高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平台已经有一个排行榜了 每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具体细分领域中的排名 这个学员是排到前五名的 那么这么说的话,相信大家也能发现一些问题了 那就是自媒体的真实收益到底有多少 说句实话,在自媒体行业中,真的能够达到月收入超过5万块钱的 真的是凤毛麟角 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达到了月收入5万以上,基本上就能够算头部创作者了 那么更高收益的人其实也有,但是数量真的非常少 尤其是一些个人创作者,想要做到收益再高一点 基本上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或者说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有一些专业的运营,比如团队专门去运作一个账号等等 那么普通人想要通过自媒体赚钱 其实呢,一个月5万块钱的水平基本上也就算是到顶了 当然相信很大一部分朋友之所以做自媒体也是看中了这个收益 大家追求的都是高收益,如果能做到更高一点呢 相信每个人其实都非常愿意,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大多数人呢,其实收益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甚至一多半的人呢,收益都达不到,每个月1万块钱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收益水平比较低 毕竟自媒体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业,不是说一下子我就一夜暴富了 而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哪一个行业能够让你白手起家 就目前来看,自媒体真的是普通人的机会 因为它不需要你投入任何的东西 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精力 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大家也不要老是看网上说些什么机会成本,时间成本等等的这些东西 机会成本是针对你,如果不做自媒体 你如果去做其他的事,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那个才叫机会成本 那么如果你不做自媒体去做其他的事 大多数情况下是赚不到这个钱的 所以说其实更多的人,他们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 甚至有的人机会成本为零 那么这样你就不应该去抵制自媒体耗费精力什么的 说句实在的,只要是能赚钱,管他做什么呢 连基本的经济能力都没有的人呢,不配谈什么理想 但你真的通过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赚到钱之后 解决了基本生活困扰之后 这个时候你在谈自己有什么梦想要实现 有什么爱好要去做,这个都不是问题 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 那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社会中 正常的责任都没有办法承担 那样的话真的是太失败了 当然以上这些话是出于善意的 如果大家能听得进去你就听 听不进去的话也就当我没说 本身这个号做的视频看到的人也不是太多 所以说对大家说的话都是发自真心的 没有任何的恶意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流量的问题 之前我们讲过想要获取高流量的一个方法 四点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话题,另外是标题 再就是封面,第四个是内容 那么这几个呢 其实之前也分开给大家说了 具体该怎么做 但是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一些理论性质的 到了某个特定领域去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做法也不一样了 或者说就是你只听一听理论的 操作起来有时候呢其实也不会 那么之前也说了 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呢会做两个事 第一个事就是会做一些相关的 针对一些特定领域的视频 然后呢这些视频就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 怎么去做 一个赚钱类型的内容 具体的方法去讲这个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我自己在做的付费培训这个事 这个呢就看大家怎么理解 有的人觉得可以接受 有的人觉得不能接受 这个因人而异 也没有说强求谁怎么样 这个模式呢就是通过实际操作 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帮助大家进行学习 学习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一边打的语音 一边呢电脑远程进行演示操作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学习一步 就能学会一步 每个步骤都学会了 那到最后实际输出的时候呢没有问题 做账号也就会规避一些容易犯的问题 之所以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大家做账号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你方法 你也不一定能做的好 就比如说上上期视频当中咱们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事呢就是坚持去做持续的更新内容 有的人听了之后呢其实大受启发 但是有的人听了之后就存在很大的质疑 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就跑过来给我发私信 说你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一点用也没有 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它不重要吗 其实不是 真的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他们都是因为不能坚持而放弃了他们的账号 但其实本身他们的内容做的不错 只要坚持下去时间长了之后 数量上去之后呢 就能够收益获得很大的增长 但是就是他们自己不当回事或者不知道 就导致最后这些账号都放弃了 这个十分可惜 总之呢既然是出于善意去帮助大家 给大家说这些问题 那肯定不会说对你有什么坏处 退一万步来讲 即使没有什么帮助 那肯定也不会说是听了我的这些话 你的账号就做的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说呢 其实自备体培训它是一个良心活 既然是收费的东西 那么肯定得让人家感到满意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学习模式其实很简单 那么相对的费用问题呢也很简单 考虑到大家也都不是说一下子 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交学费 所以呢就采取了一种定金体验学习的模式 也是为了对大家负责 前期呢可以先支付一定的定金 先学习着 等你完全赚足了学费之后 你再交剩下的学费 这个时候学费你都已经赚回来了 然后再交剩下的钱 等于说是我先赚钱再交钱 那么之后再进行学习下边的内容 比如一些其他平台的学习 还有一些国外平台的学习等等 这些课程内容呢也比较重要 如果说你只做一个平台 还是比较低的收益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只付定金 后边不学 这个呢我本身也是允许的 因为我知道后边的内容更加重要 所以说对于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呢 也不能不允许联络的存在 那么回过头来再来说流量的问题 在新人当中 如果一个信号上来流量非常高 或者推荐量非常高的话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这种情况就说明了 你的这个领域 你的这个账号 在平台看来是非常优质的账号 它是愿意扶持你的 但是同时呢 平台对你的考核也会非常严格 这也就代表着需要你的账号 前期的流量非常高 而且播放完成度非常高 如果达不到一定的要求的话 那对于平台来说 它是会限制你的账号的流量的 但是呢 对比之下 一些新手账号 获取的流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创作者的账号是有权重的 权重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领域当中 不同的账号 他们的排名 排名越高 你获得的流量自然也就越多 那么同样的 用户作为一个流量的基础 在用户当中也有排名 比如一个用户注册时间是五年 每天在平台上耗费的时间是十个小时 这个用户的权重就非常高 而且这个用户对于平台来说 价值就是最大的 那么对比的 像那种游客性质的用户 连账号都没有注册的 就是一些层次比较低的流量 这种情况下 你一个新手账号进来之后 去发布作品 没有任何的账号标签的情况下 平台没有办法给你那些优质的用户 只能给你一些最普通的平台流量 那么这些流量能够产生比较高的 用户粘性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一个新手账号 如果给你的推荐流量比较高的话 往往你自己是受不了的 反而经过三五个视频之后 这个流量就会回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好了 今天就到这 下一期咱们讲具体的领域 具体的操作方法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 掌握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